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二手车鉴定与评估在线课程 本节课呢 让我们学习天装的检查方法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 一些在以往只会出现在豪华型轿车上的配置 也逐步普及开来 就比如汽车天装 带有天装的车情 不仅是显得整车更有气质 同时也能迎到车厢内的开扬感 提升驾乘的舒适性 可是也有一些问题困扰着车主 那就是天装容易漏水 其实汽车天装的设计并不算精密 一些电动系统也不是那么复杂容易坏 只是密封胶条和输水系统很容易被堵塞 损坏或者老化 进而导致天窗的漏水 首先检查天窗是否能正常的工作 检查要点 检查天窗开关是否有异响和抖动 如果有异响或是抖动 一般是因为滑轨上有沙缠或是润滑不良 此外还应该听天窗电动机的声音是否顺滑 电动机在发生故障前一般会发出虚拖的声音 第四 打开天窗按钮 检查天窗是否有异响和抖动 经检查 并未发现异响和抖动现象 同理 关闭天窗 检查天窗是否有异响和抖动 经检查 并未发现异响和抖动现象 其次 检查导水槽内是否清洁 天窗水槽内除了浮土外 任何异物都可能造成排水管路的堵塞 或是造成天窗的异常磨损 前部的挡板下方 水槽应该是我们重点的检查对象 按照由左至右的检查顺序 先检查左侧天窗水槽 并未发现任何异物 检查右侧天窗水槽 并未发现任何异物 第三 检查天窗胶条 胶条都是采用的橡胶材质 具有隔音 防水 减震等特性 如果日常不注意对胶条的养护 长期经受着风吹日晒后 就很容易引起胶条的老化 开裂 甚至破损 失去完全密封天窗的作用 按照由左至右的检查顺序 检查胶条有无老化 开裂 破损情况 经检查 并未发现胶条 有老化 开裂 破损等现象 最后 检查天窗排水管路是否通畅 一般车型都具有左前 右前 左后 右后 四条排水管 以便天窗水槽内的积水 顺利排出车外 避免积水渗入车内 持续并缓慢地向槽中倒入水 切勿倒水过猛 导致水从水槽内溢出 观察前轮附近的排水口是否有连续的水流流出 经检查 是 说明排水正常 如果水槽中水下降缓慢 并且水流不通畅 说明排水管路堵塞 一部分车型的天窗排水口在前轮附近 另外 有些车型天窗排水口在前门脚链处 其余两个排水口 以此类推来检查 后排水口在后轮附近 好的 同学们 我们总结一下本次主要的学习内容 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如何通过天窗鉴定车辆的技术状况 牢记鉴定的方法 不忘鉴定流程 本节课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